今晚的发烧话题带您来看 这一届的总统就职典礼 颠覆了传统舞台的严肃印象 融入了亮丽的色彩 不但舞台设计别出新材 女性礼宾人员的服装也是焦点 首次以裤装来呈现 而典礼最大亮点呢 就是节目尾声这一段 赖清德跟萧美琴 两人跟着一起大合唱 还拍手打节拍 配合歌词摇摆跳舞 在头上比了爱心姿势等等 笑得相当灿烂 跟着歌曲不仅开口唱 还在台上跳了起来 赵楼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 情绪好嗨哦 再出发再出发 拉抱我擦烂为车滑 拍手打节拍 首舞足道非常融入音乐当中 萧美琴对了动作卡卡的 但也是难得甩拍偶包 萧美琴尬尬尬尬得很起劲 两人还卖萌 在头上比出大大的爱心 两人唱歌跳舞 样样来成了就职典礼 一大惊喜 而一早起点多 民众陆续进场 拿到观礼物宝超开心 兴奋开箱 分享喜爱小物 然后这顶帽子 两样 然后就是这个勋章 然后这个会章 非常有意义 在总统的领导之下 能使我们台湾更好 帽子毛巾水平 尤其象征政府总统狗派 猫派的猫狗兄章 引人注目 而别具巧思的 还有典礼的焦点礼宾人员 身上服装 可是别出心裁 首次是以裤装的形式 那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舒服 我们在服务的期间 也能够更比较自在的走动 女性服装首次采用裤装 衣领裁握空设计 因应炎热天气 选用透气材质 而男性服装领带色系 特别跟女性裤装相呼应 赖清德跟小美琴 站在游四个不同颜色彩带 交织成民主的台湾主舞台 接受大家的祝福 就职典礼 从表演节目到纪念品的巧思 都充满亮点 记者台北众号报道